开头我们先来看一个小实验 我准备了一台2024款联想拯救者Y7000P 它的配置是i7-14700HX加上4060 我们分别切换到静音模式 均衡模式 野兽模式 超能模式 来看一下它的对应状态下 游戏帧数 功耗温度 以及非常重要的运行时的噪音表现 感谢观看 不难发现 几个模式下 噪音、帧数表现都是完全不同的 可矛盾点在于 它的野兽模式虽然性能释放不错 但对噪音几乎是没有任何控制的 均衡模式似乎对噪音有控制 我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部分游戏的帧数开始受到影响 静音模式下虽然几乎没有声音 但是核心的总功耗限制非常明显 帧数严重受到影响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让噪音保持在均衡模式的状态 同时又能达到接近野兽模式下的性能呢 接下来展示一下 我基于它的静音和均衡模式 探索出来的 进阶安静模式和进阶均衡模式的效果吧 这期视频我们从原理讲解 实际演示和副作用这三个部分 来教会大家怎么设置出这个静音高效模式 当然如果有品牌厂商的工程师 产品经理能够看到这期教程 未来能够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第一方的实装 那这也是我们这次想推出这个教程的目的之一了 最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个教程只能面向一部分机型 有一些笔记本的BIOS选项 没有办法完全解锁 也没有办法用工具直接修改选项 作为玩家我也很是无奈 并且我由衷的希望 这些产品能够通过一些措施 或者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面 厂商能够提供选项给玩家更多的进行调整 最后本期教程的动手难度比较高 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如果你是纯电脑小白 那我的建议是 咱先多学多看 操作342后行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电脑基础了 那么这期视频要调整的选项都不难 是可以跟着做的 我会尽可能详细描述 每个步骤要干什么 目的是什么 希望看完之后 你也能够根据这个思路 调整出让你满意的效果 那我们马上开始 看了上面的调整过程 这里我们就与这台拯救者 作为第一个方案来讲解吧 第一个方案适合那些 非公版模具的OEM产品 像它或者微星 华硕 戴尔 这些品牌的游戏本对性能模式 基本上都有多个明确的分档设计 并且会针对显卡进行功耗的分档性能限制 这点很重要 因为原本我想通过Legend Zone自带的手动模式 来进行功耗调节 顺便降低它的转速 结果没想到的是 阿整他摆了我一道 自定义模式里面风扇转速曲线 它是不能自由调整的 后面这几个点的转速它就拉不下来 也就是说只要负载上去 温度稍微上去一点点 机器的风扇就在咆哮 对于Y7000P来说 手动调节这条路就行不通了 那我就只能把主意打到它原本的基础模式上了 从刚才不同档位的测试噪音和帧数表现来看 不难发现 这台拯救者在四个不同的模式下 对机器进行了两项限制 限制一当然是风扇转速了 它是高负载下噪音的主要来源 这里我把四个档位实际运行的噪音和转速配合起来看 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 限制二是CPU和显卡有各自的功耗墙 而CPU加显卡的总功耗也有一堵墙 因为在游戏里CPU固定会吃掉一部分功耗 GPU能分到的功耗会根据CPU这边的占用而降低 讲人话就是这个模式下电就给这么多 显卡会跟CPU抢电 也正是这样游戏时的帧数会因为两边功耗不够而受到影响 抢电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就是我们熟知的Dynamic Boost 它是自20系显卡开始 NVIDIA针对游戏本推出的功能 虽然抢电这个词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但是诞生之初呢 Dynamic Boost的出发点是正向的 因为20系显卡对于功耗的要求不低啊 吃多一点电频率就能多提升一些 把原本留给CPU的电分给显卡 让显卡频率更高一些 那3A游戏的帧数就会更好看了嘛 而在网游的场景里显卡轻载 CPU也能从显卡那里取一部分电回来 帧数也能得到保证 但问题就在于 在这两个模式之下 游戏里这颗14核心的CPU功耗需求并不低 这也导致显卡会抢不到电 进而导致频率上不去 明明温度有不少的余量 但是显卡的功耗就是上不去 这就让Dynamic Boost变成了副作用 我们常说的4060省电 不用像3060那样动不动就给130W 但起码满血也要110W呀 而就算是在高能耗区间内 也还是要65-80W才能跑到比较好看的频率上的 考虑到这个总功耗墙是没有办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开的 因此我们就只能推而求其次 在它的限制之下来完成一些设置 尽可能的让它的性能变高 这里我的思路是 通过调整CPU识别值绕开功耗墙 让Dynamic Boost认为我们的CPU功耗很低 把电分给显卡用 同时CPU显示是虚假的功耗 但实际上CPU还是在认真干活的 所以CPU的性能也能得到保证 这样就算是均衡模式下有总功耗墙的限制 也能让显卡跑满它对应的最大功耗 同时再对CPU这边进行进一步调整 又让CPU能够跑在合理的频率、功耗、温度之下 游戏的帧数就自然上来了 再加上模式本身转速不高 噪音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调试这边我们也分几步走 假如你正好用的是联想拯救者 那接下来你可以像上面那样 先用不同模式跑跑你常玩的这些游戏 看看哪个档位的噪音大小对你来说是你可以接受的最大值 对我来说 拯救者的均衡模式下的噪音情况我完全可以接受啊 确定这个选项之后我们就可以下手了 要准备的工具有MSI Afterburner和 Throttle Stop 而且需要绝锁我们BIOS高级选项 这里插播一下解锁方案 虽然在品牌商那里 像微星这样开明的厂商 是可以快捷键解锁BIOS全开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解锁BIOS所有卷项的方案啊 这也是我们目前这套思路的弊端 如果你的机型不能调整这些BIOS选项 那可调的内容就比较受限了 关于这点我们先来看教程 视频最后再讨论 YGMP的解锁方案我们是在网上找到的 链接在这里 进入BIOS 请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不清楚的选项 切无修改 第二 要修改的选项请看清楚了 再修改 好 跟着我来 首先是高级选项 然后Power and Performance CPU VR Setting Core IA VR Setting 找到iMount Slope iMount Offset 以及iMount Perfect 通过调整这三个值 可以降低提高系统识别CPU的功耗值 欺骗系统让它误以为CPU运行在低功耗下 iMount Slope相当于当前功耗值乘以一个系数 在这台电脑上最低生效值是50 填上去之后 当前功耗的显示值就是实际值乘以iMount Slope除以100 用CPU-Z来验证一下 默认跑97度撞墙 频率3.8GHz 调整前显示功耗为115W左右 而调整后 温度、频率都一样 显示功耗大概是57W 也就是之前的一半 不过只压缩一半还不够啊 我们可以配合iMount Offset来调整 这个值顾名思义就是在计算完iMount Slope之后 对显示值再进行一个偏移 iMount Prefix就是偏移方向 调整成复数就是再降低显示功耗 振数就是提高功耗 这里我们把Offset设置成20000对应20W 再来跑下CPU-Z试试看 这个时候显示的CPU-Z成绩、温度、频率就跟之前一样 只是显示值降低了 只剩下38W左右了 正好是设置的对应差值 调整完全之后原本在CPU-Z里115W的功耗 现在只显示到38W了 那我们进游戏里显示的功耗就会更低 而系统在识别到我们CPU功耗很低的时候呢 就会把电都让给显卡了 显卡就能吃饱电了 而CPU这个时候只是显示功耗变低了 实际上还是在全力干活的 而骗过了功耗墙之后 控制它的只有温度墙以及最大频率了 显然这样在游戏里降低风扇噪音之后 它会在不受PRE的限制之下 跑到它最高的全核锐频 导致温度撞墙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Throttle Stop限制CPU频率 让它运行在合适的温度上 考虑到部分机型均衡模式的功耗墙也很松 显卡CPU的热管通常是串联 显卡太热会导致你CPU的温度过高 所以说你也可以用Afterburner限制CPU频率 让它跑在合适的电压和频率下降低显卡的温度 也会对整机的调试有帮助 至于需要设置成多少 那得详细看你玩的游戏具体负载情况啊 这里我们用着YCNP来实际跑一遍 BIOS里设置了上面iMont参数 关闭了超频锁然后进入系统 打开Through to Stop 先检查TPL选项里的功耗情况 PL Control不要设置它 勾上Disable Control把功耗调节交给控制中心 这里如果之前做过设置 那记得推出软件 重启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检查完功耗之后点击FIVR 进入频率设置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你只要解开了Overclock Lock 那选项应该就是可调的 由于我们没有功耗墙限制 为了在游戏里CPU不会一下子过热 那我们通过控制频率来限制CPU的运行功耗 以达到降低温度的目的 用框选出最下面的箭头调全核频率 因为游戏里大部分情况下会用到多个核心 如果是原神这类纯吃单核的游戏 那你可以把单核频率稍微再给抬高一点点 但我的习惯是单核全核一个频率看着舒服 注意啊这里我们是要给它调低的 因为太高之后它还是会实打实过热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先调到40 也就是P核全核4.0GHz 实际上4.0GHz是比默认均荷模式下来得要高得多的 相当于也是提频了呀 点击这里可以切换到易核 易核一般游戏是用不到的 所以可以把易核的频率降低来降低CPU功耗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需求来 如果你想CPU温度更凉快 那调整这个位置可以进一步给CPU降压 推展HX55的CPU进行此项操作 也可以跟ACLodeLine联动 具体你可以参考我们去年做的降低ACLodeLine教程 比如这里我就把ACLL降低到了90 并且在Offset Voltage里拉到了-50mV 顺手关闭了这里的TPB 其它保持默认 在Save Voltage Changes里点击第三项立即生效 应用 确定 这里调整就完成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监控面板挪到旁边 打开你要玩的游戏里最吃配置的那一个 不同游戏的CPU负载可能不一样 所以说这里尽量找CPU压力大的游戏 这里我就拿CS2做演示 先窗口化 配合Afterburner看一下运行的时候 对应的CPU温度 显卡温度的情况 如果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这里的温度墙变红了 或者有不正常的盾卡 那可以尝试再进一步降低频率 直到这里长时间温度不报警 再调高分辨率全屏 因为分辨率变高之后显卡负载会提升 显卡的温度可能又会变高 这里建议给CPU的温度多留一点余量 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测试都发现没问题 那调整就算是完成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同类型的游戏 对于显卡CPU的负载差距非常大 这Throt Stop也可以分模式调整 你可以预设几个模式 根据实际玩的游戏来切换 值得一提的是 Throt Stop里的选项都是重启之后就恢复了的 后续只要切换到均衡 打开Throt Stop再关闭 那上面的选项调整就生效了 除了联想拯救者这种类型的调整方案 假如你的机型自带手动模式 风扇曲线调节靠谱 能让机器安静下来 那也可以用手动模式对功耗进行限制 这里我们以极光Pro为例 首先还是一样 解锁BIOS 调整i帽 解开Overclocking Lock 解开Overclocking Lock 因为它的手动模式不限制显卡功耗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通过Afterburner来限制显卡功耗了 因为降低了风扇转速之后 显卡不能放任无限制跑啊 给点合理的限制才行 按Ctrl F或者点击这里进入电压频率调制界面 按住键盘Shift 选择900mv后面的所有电压点 往下拉 然后关闭页面后 点击这里的对勾设置就生效了 如果你想降压超频 那你可以在拉完电压之后 把右边用Shift选上 再往上拉15的倍数频率 就可以完成限制最大电压的同时小超一下频率 我个人的经验是 在基础频率上加上150左右 基本上是稳定的 最终频率应机器体质而已 但增加值是差不多的 限制电压之后 同样用Solato Stop控制CPU的温度 方法跟上面是一样的 我们就快速演示一下 接下来就是用实际游戏来验证一下CPU和显卡的温度表现了 如果都不过热 那游戏不闪退 不卡顿 那么调整就是成功的 顺口提一嘴啊 显卡降压超频的方案 上面的拯救者也能用 不过由于模式档位下有功耗强的限制 所以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加150MHz 让功耗强对于它进行电压限制就OK了 最后这里是一张调试流程图 有对应的调整选项以及目的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OK啊 教程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是不是已经觉得 这行啊 我马上要试试看啊 别急啊 凡事都有两面性 说完了它的优点 咱们自然要聊一下这样设置的副作用了 第0个副作用我认为是比较小的 就是CPU的显示功耗值是假的 考虑到它对游戏几乎不影响 那这个我就不把它算在里面了 那么第一个副作用是表面温度 现在很多游戏本都有键盘进风 而高转速的风扇能够有效地带走一部分表面热量 在降低风扇转速之后 表面可能会比较热 所以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 尽可能选择一个你能接受的风扇档位 这比完全静音取向是更加合理的 同时尽可能相对保守地控制一下CPU频率 GPU电压 发热小了表面温度也会更低 或者如果你长期在固定的地方使用 单纯只是不想机器很吵 那配合支架 空气净化器 甚至外接键盘使用 也能够有效避免这个问题 第二个副作用是 如果你的室温特别高 或者环境里灰尘比较多 电脑的散热压力本来就很大 那么这个方案可能就不太实用了 解决方案是 定期轻挥维护更换规止 夏天想办法开空调 先处理好散热问题 再想办法在有些的散热条件内提升性能 那你开空调吧 第三个问题上面提到过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全选项BIOS解锁 针对这一点 目前市面上的厂商做法大相径庭 有可以通过快捷键解锁的 也可以通过RU设置的 但是大部分只能通过民间图办法自己设置 究其原因还是各家厂商对产品的态度 大部分厂商都认为 BIOS内这些复杂的选项不应该让用户动 这是保护用户 也降低了售后的可能性 但是有的厂商在保护的同时 它是允许一些玩家动他们自己想要调整的选项的 说到底 第一方支持降低转速加上调整性能的厂商 太少了呀 升级到40系显卡之后 大部分游戏门厂商可能都是在套用10系 20系 30系的公式来做40系的产品 Dynamic Boost的分配值也没有调优 所以导致静音和高性能没有办法共存 原本老黄的Max-Q设计本应该在40系显卡上开花结果 但是现在PPAB反而成为了阻碍性能的提升了 而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也只是绕过了Dynamic Boost 在有限的风扇转速下 也就是散热条件下 用温度墙代替功耗墙控制CPU和显卡罢了 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 这一点绝大多数的品牌工程师们都能想到 只是现在的产品可能做的不够到位罢了 这里我也呼吁一下厂商 你们也尝试一下按照视频里的思路去调一下你们的机器 看一下这样调之后实际的运行表现 如果可以 后续优化风扇转速、总功耗和Dynamic Boost的调整值 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相当于就是把这套方案给合理合规了 在去年做完了调整AC-Line的视频之后 到目前ROG修改了默认的AC-Line 机械革命翼龙也在BIOS里 单独开出了不同档位的AC-Line选项 能够看到这些变化 让我觉得做那个视频花的功夫是值得的 我也希望在做完这个视频之后 明年的笔记本市场里 能够看到以低噪音为目的 同时尽可能发挥出性能的进阶模式出现吧 OK 以上就是本期教程的全部内容了 这些教程虽然很实用 但是上手门槛非常高 如果能帮到你 那希望能够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这是我们继续做这类教程视频的动力 就要来玩机器的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吧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